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计算的是若干个分数相加之后的一个核是多少 那这里给了ABCD四个选项都是具体的运算结果 还给了一个选项说前四个都不对 那现在不管给的选项是什么 我们反正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一个 这个式子算完之后结果应该是多少 那么现在来看我们说的是若干个分数相加的问题 分数长啥样 来看不管选哪一个分数出来 分子都特别简单 都是一个常数一 而它的分母当中也都有一个相同的形式 我随便来圈三个 圈圈三个之后我们是给它写的稍微大一点 有一个数字五 右上角还有一个小一点的数字五 这个形式大家还认识吗 挺好的啊 这个形式有人还记得 它呢我们叫做乘方 读的时候可以读做五的五次方 它的意思是五个数字五相乘 那再比如说我们这里面还有五的二次方 也可以读做五的平方 它的意思啊就是两个数字五相乘 那再比如说我们后面还有五的十四方 它的意思呢就是十个数字五相乘 所以这里面啊我们认识了每一个分数的分子 还有它的分母 分数认识了还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老师先来清一下屏幕 那清完屏幕之后 我们说的是若干个分数相加的问题 分数认识了若干个有几个呢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啊 我们这里是从一开始 前面都不用看都是一样的 后面从一开始啊到一个五 两个五中间有三个五四个五五个五 一直到最后是十个五 这里面应该一共有多少个分数啊 有个同学应该已经把答案 敲在我们的屏幕上了啊 非常的好 这里面应该一共有十一个分数 所以我们现在要求的 就是这十一个分数最后的和 那像我们说的复杂分数求和问题 其实也就是多个分数相加嘛 那像这种多个分数相加的时候 我们其实啊是分成两种情况的 第一种情况 如果多个分数分母都相同 哎这是一种结果 来看啊 多分数相加啊 第一种情况分母相同的 分母相同举的例子是七分之一加七分之二 哎分母啊就不用动了 还是七分子相加一加二就可以了 最后结果呢是七分之三 那么有分母相同的情况 对应就会有分母不一样的情况 所以第二种情况我们叫做分母不同 那这里面呢也举了一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稍微长了一点 从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再加到五分之一 三个数相加 那确实分母各不相同 遇到这种分母各不相同的怎么办 通分取他们的公分母 因为是三四五嘛 我们直接把三个分母称在一起 取公分母之后通分 分母相同了 分子再相加 得到最后的运算结果应该是六十分之四十七 所以我们来看啊 我们说的多个分数相加类问题 两种情况 而我们知道题目 它其实是属于第二种情况 分母都是各不相同的 第一部分全都一样 但第二部分具体是五的多少次方 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什么 十一个分母各不相同的分数 相加求和的问题 那按照我们之前分母不同的说法 可是要取公分母的 可是要把分母称在一起的 这个时候十一个分母称在一起 这个数可太大了 算起来 化解起来实在是太复杂了 那肯定不是我们最终解决制造题的方法 那我们就要下一个问题了 我说十一个数好像称到一起很难算 我这三四五三个称到一起之后 狮子已经很长了 是的 十一个数通分肯定不好算嘛 数太多了怎么办 我们先从少了来 十一个数解决不了 最少几个数 相加最少俩数 那就从十一个数里边 先悬两个出来 让他们两个相加 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规律啊 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 简单的答案啥的 那我们比如说 把这个式子单独拎出来 然后再选两个数 我选这个两个数啊 选这两个数 选出这两个数之后 五的五四方加五的八四方分之一 加上五的五四方加五的九四方分之一 分数可选出来了 相加 还是分母不同的 那分母不同就得通分 通分就得把两个分母 成在一起 那么把这两个分母 成在一起 好像又不是很好算 而且大家想 我把这两个分数 通分的时候 分母成在一起了 那么它和其他的结果 再算的时候 好像分母 还是要都成在一起 这个数好像也并没有 简单多少 选这两个数 好像不太行的样子 那么说如果啊 两个分母不同的分数 它俩通分的时候 真的是一定必须 要把两个分母 成在一起吗 其实啊 也不一定 比如说 老师给大家举个例子 二分之一加上四分之一 好 这个俩分母也不一样 一个是二 一个是四嘛 但是我们在通分的时候 需要把二和四 成在一起吗 可以 但是没有必要 我们直接 把这个二变一下就可以了 取他俩的公分母 可以直接取成这个四 把二写成二乘二 上面也变成二 加上后面我们这个四分之一 最后结果也就出来了 变成了四分之三 所以通分的时候 我们其实只变了几个分母呀 我们其实只改变了一个分母 那这里为什么会成像这种情况 来看 两个分母分别是二和四的时候 它们两个之间天然就有一个背书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取公分母的时候 只用变几个 只用变其中的一个 那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十一个数说不好求 那不好通分 选了两个数出来 选两数之后发现 好像还是不太好求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希望找的是最简单的那个计算形式 最简单的什么时候是最简单 如果选出了两个数 分母之间有一个背书关系 这个时候我们通分 只用变一个分母 这才是我们要的最简单的计算结果 它才有可能达到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们这里选数的时候 不是乱选的 十一个分数 不是随便挑两个就可以 我们尽量先去找什么 先去找分母之间有背书关系的 那这边老师先来清一下屏幕 然后我们换一个数来选 不能选他们俩了 我们来换一个 比如说这选这个5的五次方 加5的平方分之一 那我们希望的是什么 从其他的十个分数当中 选一个分数出来 分母和他的分母有一个倍数关系 那我们既然只研究分母的话 我们先把他的分母单独拎出来 5的五次方 加上5的平方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倍数到底是多少倍 到底是多少倍 首先来看分母的形式 都有一个5的五次方 后面这个呢也都是5的若干次方的形式 所以啊如果真的能有倍数关系的话 无非就是什么什么5倍啊 什么5的平方倍啊 什么5的三次方倍啊 无非就是这些倍数关系 什么5的四次方 5的五次方都有可能 那具体是5的多少次方 不知道 我一个一个试一下嘛 比如说啊 我们先给选出来的这个分母 5的五次方加5的平方 先给他乘上一个5 看看乘完之后 能不能变成我们其他分数的分母 能的话 哎 两个分数就选出来了 来看 乘一个5之后 5的六次方加5的三次方 一定是不行的 为啥一定不行 我们之前分析过啊 分母当中都有一个相同的形式 是5的五次方 你这里边连个相同的形式都没有 这不是胡闹吗 他肯定要不行 那接着来再乘一个5 乘一个5不行 乘俩5 乘俩5之后 变成了5的七次方 加上5的四次方 那还是不行 还是没有5的五次方 乘俩5不行 接着乘 乘三五 乘上三个5之后 他就变成了5的八次方 加上5的五次方 哎 可就出来我们这个5的五次方了 那出来之后我们来看啊 有没有那一个分数的分母 长得和他一样 其实是有的 就刚才画的已经有点乱了 这一个分数 他的分母和这一项 长得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顺序 稍微给他变化了一下 所以这里面我们发现 11个分数当中 当我们选出了5的五次方 加5的平方分之一的时候 有一个分数 分母和他要倍数关系 也用黄圈圈出来 那么这两个分数 既然分母有倍数关系 而且我们说11个数嘛 少一点 先选俩数试试 而且选的还是特殊的 有倍数关系的 他俩相加之后 会有什么奇妙的反应 来看一下啊 这里呢 狮子已经老师打出来了 老师已经打出来了 两个分数相加 通分 通分的时候 因为有倍数关系 只用变其中的一个分母 变完之后 上面变成5的三次方 通分之后 分子相加 分子相加上下同时约掉5的三次方加1 变成了最后的结果 5的五次方分之一 大家来看啊 从一个非常复杂的分式相加问题 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具体的分数 5的五次方分之一 这个就很简单了 所以我们尝试了之后发现 11个分数相加 不好整 不好求 先算俩 算俩的时候呢 我还要找一个倍数关系 也找到了 找到之后让他俩相加 加完之后结果确实很简单 5的5次方分之一 但是 这个问题能不能直到此就结束了 其实是不能的 那其实是不能的 我们只是随便选了两个数出来 有这么一个倍数关系 然后发现得到了一个结果 那我选其他有倍数关系的数之后 是不是也是这个结果 不确定 我们再来试一组 这俩数不要了 我们换一个 我们来比如说换一个这个 5的5次方加5分之一 我们接下来要干啥 还是说从剩下的这些数当中 选出了一个分数 分母和还有倍数关系 但如果大家现在一眼就看到了 一眼就看到了 还是很厉害的 如果现在还没有看到的话 我们可以简单来总结一下 我们刚才是怎么找的 来看 最开始我们选出来的一个 5的5次方加上5的平方 后面不断的给它乘5 乘5乘5 不断的去乘 乘完之后就找到了一个 5的8次方加上5的5次方 那么这里呢 其实也可以一个道理 去乘5乘5乘5 一点点去乘一个一个去尝试 但是我们还是有些规律可以找的 方法在这呢 规律是什么来看啊 当我乘一个5的时候 本来是5次方和2次方 乘一个5之后就变成了6次方和3次方 乘两个5就变成了7次方和4次方 乘三个5就变成了8次方和5次方 有没有发现 前后两个若干四方都是在同步的增大 从5变成6是加1 从2变成3也是加1 因为成了一个5嘛 你这从5变成8还是加了3 从2变成5还是加了3 因为成了3个5 所以不管是5的几次方倍 这两个若干四方 它们的差值其实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啊 所以如果真的有两个分数 分母之间有一个倍数关系 一定是5的若干四方倍 而且他俩这个次方一定得是差值相等的 因为是不会改变嘛 所以来看啊 我们选出来的现在是5的5次方 加上5的1次方分之1 那么差值应该是4 后面哪一项分母的差值还是4 分母这个次方差值是4的 还真有 也出来 5的5次方加5的9次方分之1 他的分母这个次方数只差也是4 所以发现这两个分数 分母应该有一个倍数关系 几倍 啊不错不错 5的四次方倍啊 那么选出来了分母有倍数关系的两个数 还是让他俩参加 来看啊 相加之后选出来的两个分数 通分只用变一个 上面变成5的四次方 分子相加 上下同时约掉5的四次方加1 最后得到的 居然和之前一样 还是5的五次方分之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了 确实有这么一个规律 我们当选出了两个分母之间有倍数关系的 那么两个分数的时候 让他俩相加 选出了两组 加完之后的结果全都是5的五次方分之1 所以这里面我们现在十一个分数相加的时候 那就可以两个两个来了 反正两个找到规律之后 两个相加之后 结果一定是一样的 5的五次方分之1 那问大家个问题啊 十一个分数这里面如果两个两个相加的话 能分成几组 俩数一组 十一个数最多能分成五组 还得有一个单独的 没人跟他加 没人跟他一起玩的 那这边我们来看 原式本来是十一个分数相加 我们现在分成了五个组 每一组的结果全都是5的五次方分之1 然后应该还剩下了一个分数 那么来看看原式可以变成啥 五组 每一组的结果都是5的五次方分之1 剩了中间的一个没人跟他玩 我们剩的是五的五次方加五的五次方分之1 最后通分之后啊 结果应该是2乘5的五次方分之2乘5加1 算完的结果也就是6250分之11 这个数啊 如果大家还记得 应该是当时我们的A选项 那应该是我们当时的A选项 所以这题目本身做到这儿 我们就已经给他做完了 但是题目做完之后 我们还是要总结一下 这类体怎么去做 哎呦 怎么还有个屏 清个屏 来看啊 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多分数相加的问题 也就是最开始说的 复杂分数求和类问题 这类题目我们都是怎么操作的 第一个 数一多就不好通分 咋办 分组 两个两个相加 数一少就好算了 所以第一个思路叫做分组相加 第二个 我们分组的时候 数是不是随便选的 其实不是 我们最开始随便选了两个数发现 如果分母没有背数关系 好像不太好算 所以我们分组之后啊 选两个数相加 尽量选什么样的数 选择的分数我们要的是分母有背数关系的 所以第一个思路叫做分组相加 先两个两个的去算 第二个思路 选两个数的时候怎么选 优先选择分母有背数关系的 好了各位同学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多分数相加 或者复杂分数 求何类问题 那题目说完了 这类题怎么做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练一个 形式和之前的题目长得差不多 这个题大家自己多少算一算 那么如果你写完了这道题目之后 可以加一下老师的联系方式 写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交流一下答案 以及一些其他的方法 当然了 如果这个视频你已经看到现在 还比较喜欢的话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 并且给我们点赞